大家好 我是来来爸 这个星期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 我在20年前读过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富爸爸跟穷爸爸》 这本书最早我读过的这本书 是在1998年还是99年左右 是第一次出版的 那么然后我在中国第一次买到了这本书 那么那时候这本书 确实是我读了以后 给了我对金钱的观念 打开了一双全新的一双门 让我对金钱的知识 有了一个全面的新的四角 他的作者是罗伯特钦奇 他是一个日一的 他是一个日一的美国人 那么他是出生在夏威夷的 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同时他也是一个投资家 那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普通的老百姓 提供一本入门的关于金钱 关于财务知识方面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入门的书籍 那么这本书内容非常深入浅出 那么他是以富爸爸和穷爸爸的一个故事来展开来的 这本书里面就像名字所说的富爸爸和穷爸爸 富爸爸实际上是罗伯特钦奇 他小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一个爸爸 那么穷爸爸是罗伯特钦奇 是他自己的亲生爸爸 那么两个爸爸就是说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教育背景 和生活的经历 那么他的穷爸爸是罗伯特钦奇自己的爸爸 那么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一个日本日一的美国人 那么他从小就是去上学 而且是学霸级的人物 那么成绩非常好 最后一直读到博士PhD毕业以后 然后就一直为政府的在政府的教育机构里面 他最高的职位 也一直做到了夏威夷的教育总督 那么另外一个爸爸 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他的爸爸 那么这个爸爸实际上在初中毕业以后 就没有再去读书 那么实际上就是初中教报 那么然后他很早就进入社会 迫于生计 他就开始从事各种各样的 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 然后一路开始做投资 最后一路赚钱 投资不停的扩大他的自己的商业的榜图 最后成为了夏威夷 非常数一数二的一个有钱的十个土豪 那么这就是他的故事 就是以这两个爸爸的两条线展开来的 到最后他的父爸爸积累了巨大的财 而他的穷爸爸虽然拥有非常高的学历 但是因为对于财务这些知识的缺乏 所以他到到他晚年的时候过得非常的弱迫 而且没有积累起什么真正有有价值的资产 反而在他临终时给子女给家庭留下了巨大的债务 那么这个现象给罗伯特亲戚 他其实从八岁九岁开始 他就一直在观察这两个父亲的不同的行为 和不同的对他的一种教育 那么他慢慢的等他长大以后 他没有遵循他自己亲生爸爸的 就是那个穷爸爸的指令 而是跟着他的那个富爸爸给他的一种教育 一种指令 他慢慢的就是按照富人的方式去生活 去投资去赚钱 他最后其实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他也就得到了财务自由 然后在这之后他不断的投资 不断的尝试各种各样的投资 扩大他的整个的商业投资的房地产投资的版图 那实际上他已经是到后来非常富有了 那么他和他的太太两个人都拥有巨大的投资的整个组合 那么他也写了一个系列的就是富爸爸的系列的重书 那么他基本上他是准备终身自律 就是说投资和财商方面的教育 如果把这本书的最重要的精华把它提炼出来的话 我个人认为他这本书讲述了三个要点 这三个要点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掌握了 领悟了他的精髓的话 那么接着那么相信对你的那个本身 财务的生活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三点是在第一点他阐述了一个他的观点 就是说最重要的区别是我们穷人跟富人所接受的财商的 就是相当于对于金钱理财的教育 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家庭贫穷的一个家庭里面 那么你父母天天都是为了金钱 而要就是为了金钱天天是上脑筋的 孩子他自己因为父母都是在金钱的问题上 都搞不清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自己的金钱问题 那当然他也就没有办法给他自己的孩子特别有效的 特别好的一个有关于金钱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相反如果有钱人比如说你是出生在像像李嘉诚他这样的家属里面 那么他的儿子那么当然李嘉诚他自己就是对于金钱对于投资 他是很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那么他也会知道自己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把自己这套特别好的理财的这个理念 能够透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能够教育给他自己的孩子 那么这也就难怪等他们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长大以后 穷人继续沿用他父母教给他的那一套金钱的观念 在社会上进行谋生进行工作 那么最后其实他收获的是还是穷人的理财的观念 穷人的花钱的习惯 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积累几下富人那样非常巨大的财富 那么相反那个富人他们就是说 因为他们对财务对金钱的观念 是跟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套系统一套方法 所以他们这套方法能够支女 也是沿用了他们自己父母教他的这些方法 那么他最后其实能够保证他们自己家属的财富有一个延续 那么另外一个在于财商教育方面 就是说他也说到了其实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在加拿大还是美国都是一样的 其实在学校里面是并不教育 教育关于金钱方面的知识是非常少的 就算现在在高中在加拿大这边的高中 他们也有类似像这种财商的教育 但是只是讲到了非常皮毛的一点点东西 但是并没有教你孩子真正的金钱的知识 关于投资关于消费关于如何管理自己的 如何就是理解很多的那种金融的工具 比如说信用卡 比如说股票 比如这些东西实际上在在整个教育系统里面 其实是不教的知道吗 到很多家长现在还是遵循他们在工业时代 遵循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一套对金钱 对理财的一套方法 他们给子女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去上学 上完学读个学位拿到一个好成绩得到一个好的学位 最后出来找一份好工作 然后你就在这份工作上好好干 然后赚钱生儿育女就是这样一个的 当然在罗伯德行记看来 这个就是遵循工业时代的一个建议 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一个建议 因为时代已经变了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工业时代了 现在是个信息时代 那么在工业时代你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以一做就是一直做到退休 就像我父母可能一份工作可以做40年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你想要一份工作能做上五年 305年可能都是幸运的 那么他讲的第二个内容就是在他的书里面 就是讲之所以穷人不能变富有 原因是很多穷人分不清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其实简单的就是 我把它总结出来就是两句话 就是资产就是不断 能不断把金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 那就是资产就这么简单 那么负债就是不断的将金钱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 那就是物财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大家每个人家里面都有房产 房子 你买了房子以后 如果你这个房子只是自己家里住 而你没有把它出租 或者说是不是作为出租的房子 那么你这个房产 再按照罗伯特亲戚的定义来说 你就是负债 原因是因为你这个房产 每个月不能产生任何的现金流进来 那么相反 每个月你要付出 每一年你要付出非常多的费用 那么每年实际上这个房子 就是说不停的从你的口袋里面把钱逃出去 所以说从它的定义来看 这就是一个负债 但是这个房子 同时你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 是作为投资房 然后你把所有的房子全部出租出去 那么出租出去以后 扣掉所有的运作费用 包括维护的费用 那么你每一个月如果还有现金流 有净收入进来 哪怕只有100块 那么你这个房子就是资产 穷人是分不清资产和负债 所以他们不停的在买进 以为是资产的负债 结果他们不但没有办法 就是说变得更富有 最后为这些负债所拖累 迟迟不能达到财务自由 所以说这也是就是说 穷人不能变富有的原因 而富人他们能够很清楚地分辨出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所以他们在整个毕生的过程当中 就不停地买进资产 然后用资产去产生的现金流 来去提供给自己的生活消费 那么随着他的资产的整个 就是他的组合越来越庞大的话 那么他的现金流越来越大 大到他能够富家天下 其实这就是一个富人的游戏规则 然后那么第三点 他就阐述了 为什么就是穷人和中产阶级 很难富有的一个原因就说基本上在西方的这些国家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英国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的整个国家自定的税收的政策 实际上是对于就是公司组织和投资者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其实很简单 他把大家可以这么 他描述了一个就是四个象限的一个赚钱的一个规则 因为在整个社会里面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接产 但是你都会落入到这四个象限里的某一个象限 这个四个象限就是 这个四个象限就是 一个象限就是 那么第二个象限就是 那么第三个象限就是 那么第四个象限就是 就是叫invest那么这四个象限分别给大家讲一下 employee就是说你是一个打工者 你是上班族 那么你去为一个公司打工上班 那么你每个月到月底你拿到工资 那么这就是那么那你也知道 就是你做employee的话 就是你是必须要交税的 对不对 你每一份领导的工资 其实拿到你手之前就已经扣掉了税收 那么另外你并不能保证你这份工作可以做一辈子 如果你遇到裁员遇到layoff 那么你这份工作可能就保不住 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收入是不稳定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self-employee 就很多人自雇 比如说自己为自己工作 那么这种这个self-employee 他就说实际上是拥有了一份工作 那么因为他的机构因为非常小 可能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所以说他必须自己亲力亲为 在那边打工 那么另外在税收方面 那么其实self-employee也并没有能够得到 整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的这种特别大的优惠 所以他实际上他的税收负担也是蛮重的 另外他这个机构太小 所以小到可能很难 就是说抗衡这种经济的变化 甚至如果你有一个身体不好生病 生老病死的事情 那你可能你这个企业就这个小的自雇 实体就很可能就会垮掉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叫business owner business owner就是你拥有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是有一定的规模的 比如说你至少雇佣的人群是人员 就是employee超过100或者150个以上的这样一个机构 那即使你是你这个老板是employee 你也是为自己的公司在上班 那么这样的机构呢 他的公司法 所以这样的机构是特别有利的 因为往往是corporation的那个tax rate是比较低的 那么另外他们有会请最好的会计师 能够在财务上面 避税方面能够做到最好 所以说他们是交比较少的税的 那么当然另外还有个项目就叫invest 什么叫invest呢 就是说他是用钱去生钱的 他完全就比如说像分享投资啊 比如说像银行啊 他们就是在玩钱的游戏 他们就是用钱去投资各种各样的股票基金 甚至投资到很多实体企业里面去 然后透过这样的投资来赚取他们的回报 那么整个就是西方的那个国家的税收体系 是对于business owner和investor 是特别就是倾向于有利于他们的 所以他们这两个象限有非常多的避税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是employee 你如果是一个self employee 那么你避税的方法就非常少 所以说这两个象限的人反而是交最多的税 而在西方社会你也知道如果你是employee的话 收入越高你的累积进制的那种税率也会越高 最高的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几 就是说你赚了一半的钱都要交给政府 这也就是你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越来越富的另外一个原因 罗伯的亲戚因为他的父亲是教育的 实际上在他的血液里面他有一股就是想要从事教育的这种的热情 所以当他慢慢获得了财务自由以后 他就试着寻求一种 因为他看到穷人跟富人的差距太大了 他自己觉得有真的有一种必要去写一本书来通俗易懂的 把他自己亲身学到的这些经历 把他分享给这些普通的pro大众 那他们也至少就是能够透过学习 慢慢改善自己的财务的这种情况 能够对金钱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所以说他不光是写了这个系列的书 他同时也设计了一款游戏 这款游戏叫Cashflow 101 就这款其实是纸板游戏 他因为是想要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教育大家关于金钱方面的知识 所以他认为有很多的知识不是光靠读书能够掌握的 你不光要靠读书 然后同时你要靠练习 把这些基本的观念能够一次一次的 你把它就是说输入到你自己的潜意识里面 然后你在对于金钱的这些问题上 你才能做出改变 你才能能够根据学到的这些知识 能够采取行动 能够最终能够为自己带来改变 带来财务上的自由 所以他就设计了这一款游戏 这款游戏就是叫Cashflow 101 那这款游戏呢 我差不多在十年前吧 十几年前吧 我就玩过这个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相对于一个大夫类似的一个 一个纸板游戏 是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呢 它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 就是它内圈是一个老鼠赛跑的一个内圈 然后外圈是一个快车道的方式 它模拟了穷人和富人的两种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它透过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已经效效了非常多的这个自华游戏 那么也帮助了很多人 就是掌握了 透过玩这个游戏 慢慢的更加深刻的 就是领悟到罗伯的亲戚 在他书里面教的这些观念 这些理财的观念 那么我自己也玩这个游戏 不下几十遍吧 就是说 那么我觉得这款游戏 真的是非常值得一款玩的一个游戏 特别是如果你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 从八九岁开始 你就可以和他一起玩这个游戏 慢慢的实际上 就是把一套特别比较有用的 一套关于金钱方面的知识 透过这个游戏 能够传授给你的孩子 让他们长大以后 走进社会以后 就是不会走进一个金钱的误区 对吧 实际上就是说 罗伯的亲戚最后 他总结出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富人是不为金钱工作 让金钱为他们工作 穷人终其一辈子 都是在为金钱工作 那么好的 今天我就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那么在下期视频里面 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怎么来玩这一款游戏 那么也敬请你们期待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这一期的视频 也欢迎你们分享 点赞 同时把小银单点起来 那么谢谢你们的观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